节目开始前 先来一段小口播 城市豆沙包podcast 搜罗并访问居住在世界各地的台湾人 而他们就像吃了城市豆沙包一样 一五一十地吐露自己深入在地的经验 开箱每个城市最诚实的样貌 听完Z色派对后 不妨去听听城市豆沙包的podcast吧 如果你跟我一样是金鱼脑的话 你现在可以听一下我们的前情题 请看VCR 我记得我买了卫生棉之后 店员就说要帮我装进一个纸袋买 然后我就说不要装 他就说不太好 不然应该要装吧 我说不要装干嘛要装 他就说你真的不要装吗 这是卫生棉耶 然后就觉得超级不爽 就是我买个卫生棉 为什么我需要闪闪躲躲 我就是在那个环境下长大的 我也有承接到这些 大家对月经的这些污名 我其实是我自己到年纪很大的时候 我才会说月经这两个字耶 我小时候都是讲那个来 会很害羞 然后拿卫生棉的时候 的确就会这样闪闪躲躲的 然后也不想让人家发现自己生理期 然后就是莫名其妙在我自己身上 就经历了这一些很污名的东西 我个人其实一直觉得月经的污名这件事情 就是你生理期的时候 就不应该怎么样 不应该怎么样 然后生理期的时候 你就是脾气很差 然后各种各样的污名 你就是一个比较低等的人 对你是一个比较低等的人 所以没有生理期的这个我 这个男性呢 就比较能够决定 你要做什么 你不能做什么 我会觉得这其实是一种控制女性的手段 这一次的派对是一个让大家脱掉内衣 轻松hang out的地方 来聊聊一些真情老母 真情跟私情 我是绿党前秘书长Zook Kim AKA Z教授 我是绿党秘书长Zoey 金骑律师 AKA 立委落选人 我们都是落选人 欢迎来到我们的Green Party Z色派对 你记得我们上一集聊了什么吗 我们讲了很多很神奇的生理用品啊 原因都是因为有蒙党 又跟一堆环团讲了一些蠢话这样 在三八妇女节这一天呢 有某一个政党跟一些环保团体 开了一个记者会 那他们在讲女性的抛弃式的生理用品 这件事情造成了一些环境的负担 所以他们希望可以对这件事情 有一些更有意识的选择啊等等之类的 但就引起了轩然大波 因为其中好像有讲到说 可能最好的方法是一个女性一年 可能限用多少多少 然后大家就爆炸了 其实同一天呢 我们Z色派对出了一集 也是跟三八妇女节相关的 是这个吕秀莲前副总统的访谈 所以呢 那一天如果呢 你看到这个记者会很生气的话 其实你应该要来听听我们的 女傅的放谈 对啊 就会觉得很感人 就觉得舒服多了 我现在觉得舒服多了 我们就会像你生理痛的时候的止痛药一样 大家应该记得上次我们讲了 月经的歧视这件事情 在我们的文化上面 到底怎么样对生理期 有一些污名不理解 或者是一些很歧视的状况 那今天我们要讲这些文化 那还有怎么样被引用在立法里面 一些我们的管制上面 出现了对于有生理期的人的一些限制 像譬如说之前啊 那个台北市政府宣布补助所有国中女生 一个月两百块 非常去买卫生棉 然后这件事情新闻出来之后呢 因为我是PT观察家嘛 对吗 就看到一堆人在下面说 那是不是国中男生也要发两百块 让他去买卫生匙 买保险套 买飞机杯 就是你有两百块 我有两百块才公平啊 两百块买到飞机杯吗 抛弃室应该可以 有抛弃室的飞机杯 抛弃室比较干净吧 等一下有抛弃室的飞机杯哦 那他的材质是什么 应该也是 I don't know 所以飞机杯真的会比手还要好用就对了 I don't have dick 好啦我们拉后来讲啦 就是月经贫穷 这一集的节目实在来讨论这件事情 贫穷就是穷 就是因为月经造成的贫穷 月经贫穷不会因为你个人有钱 就在你身上消失 它只是会让你成本比较低 这样你不会感到这么困扰 那我们来定义一下 就是月经贫穷的意思是 因为月经这件事情 因为生理期这件事情 造成生理女性的经济困难 可能在某一些发展还没有这么好的国家 可能她完全没有办法负担 这些生理用品 她没有办法取得 她可能根本拿不到 也买不起 或者是如果买了这个生理用品 她就没有办法负担其他东西 造成她的经济压力 那另外一件事情就是 我们要echo到上一集里面在讲说 为什么大家会对于这个环团这么愤怒 因为其实有部卫生棉啊 月亮杯啊 月经盘啊 为什么我们对这件事情这么生气 是因为这些东西都很贵 对它真的不是便宜的东西 月亮杯这个东西并不是你用一次 比如说你买了一个 然后你不合用 你就丢掉了 因为它真的不便宜 跟大家解释一下 月亮杯一个大概多少钱 一个月亮杯便宜的600块到1000块左右 600块应该在台湾比较少见 大部分都是国外的 对啊一两千块一两千块 月亮盘又因为更少见 所以它又更贵 对其实月亮库也蛮贵的 对 那如果你没有用月亮杯 或是跟你们无法取得 你用的是卫生棉 你一个月还是要花很多的钱 在这个东西上面 没错 所以才会出现说什么 如果你的卫生棉没有用满 是一个公主病的行为 我们上一集有讲啊 就是说有些人会说你那个 对啊你要把每个角落都把它吸到薄薄的 你真的用一点点就丢掉 你一定有公主病 对 这就是月经贫穷最直观的一个现象 不是说我今天 李津琴大律师 然后张祖琴你现在大教授 你们两个没钱买卫生棉 你骗我 我们两个就想说 我们两个凭什么来讲这件事情 好可是要讲的是 另外一个面向是 因为我的生理假 然后引起我的薪水变少 这件事情 它其实一样会造成 不公平并且 自可避免的经济负担 是的像比如说 如果因为祖琴 他要请生理假 或是怎么样 他跟男教授一起要升等 他可能就会比较 这个也是月经贫穷的一种展现 那比如说 因为我会有生理痛的问题 所以我可能会没有办法 常常出庭 然后导致我 如果我在别的事务所 我今天不是自己当老板 我可能要升合伙人 或怎么样 会比较困难 这也是月经贫穷下的一个现象 它只是不会这么明显的 让你看到说 因为我穷 我没有办法常常换卫生棉 这么直观 但是必须要说 这个也是在月经贫穷的范畴之下 所以我们这一集的一开始 先跟大家定义 定义完之后 大家会比较好理解哟 月经贫穷这件事情 在不同的国家 可能会用不同的方式来出现 在美国跟在德国 还有一些国家 有些我个人觉得 难以想象的事情就是 生理用品它被克的税 是奢侈税 而不是日常用品税 这件事情实在是 我知道的时候 我觉得太夸张了 我觉得说硬堂的啊 我说这很奢侈吗 我有生理期 我很奢侈 而且我觉得美国就算了 德国欸 其实德国我也蛮惊讶的 就是哇 而且那个税 还是有时候克到非常高 因为它是奢侈税 它的逻辑就是 你买生理用品是一个奢侈品 那不然我是能怎样 不然你不要言 我就老出来 对啊 我就老出来 然后就上班吗 这样子吗 是这个意思吗 就是这样我才不奢侈 因为在德国呢 书是一般用品 可是生理用品是奢侈品嘛 所以就有一个厂商 他直接把棉条包装成一本书 它就叫做 它叫做棉条书 然后它在超市卖的时候 它就可以当书来卖 然后就可以比较便宜 而且它其实也都是纸类纤维 我好合理欸 对啊 所以它就是被当成书来卖 可是虽然说 哇 这是一个很聪明的做法 可是 为什么要有这种做法的原动 还是到底为什么生理用品 是克奢侈税的这件事情 那前几年呢 韩国也出现了一个很大的抗议 因为他们某一年 把生理用品的价格调涨20% 太笑了吧 不接受了 然后当然就是被骂翻啊 就有一种 三小 Why 20%是什么意思 如果你原本一个月要花1000块 它就会变成 1200块 1200块 That's a lot 其实很多欸 20%真的很多 当然就是被骂翻 后来有调降回来 可是就是 他们竟然觉得这件事情是可以做的 那就代表 在制度上面 还是有很多对 有生理期的人来说 一些很不公平的一些对待 一个商品 它被行销定位成是给女性用的 它就会比同样商品 比男性用的贵 或是比较不好用 比如像是除毛刀 对 男性跟女性除毛刀 男性的会比较好用 而女性的会比较贵 所以我后来都买男生 为什么会不好用 就它会比较脆弱 你知道吗 他们知道女生的皮肤比较脆弱 所以我们就用 I don't know 我不知道它的逻辑啊 总之所谓的粉红税这件事情 是真实存在的 之前是不是有个运动是说 生理用品应该要免税 对啊对啊 生理用品应该要免税啊 有些国家甚至已经 生理用品是完全免费的 我觉得蛮合理的 之前不是有什么绿色经济 有什么什么什么东西 有很多那种小型的那种要提案吗 他就说他们要让女性的无家者 去使用 非抛弃式的生理用品 他们去发放 不卫生棉根 月亮杯 罵到爆炸 就说 你有没有想过 他要去哪里洗 对 其实女性无家者的 生理用品的事情 其实也是对他们来说 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 当然我们非常希望 不要有无家者 大家都可以 有居住的地方 可是在我们目前 就是还有这么多 无家者的状况下 他们要取得生理用品 是更加困难 所以对他们来说 这个贫穷 就是更加贫穷 之中的贫穷 真的啊 月经贫穷这件事情 在经济状况越差的人 或者是地区上面 它会越明显 你会很立刻可以发现 这个事情非常的不对劲 一包卫生棉50元 最便宜的卫生棉 一包要50块 最烂 然后会各种跑掉 然后你知道 以前用的卫生棉 烂到它那个棉花 它会集中到某个地方 哇 它会uneven 这么烂 对 真的假的 对 那种很便宜的 它没有固定好 它会uneven 它会跑到一个地方去 它不像 后来我们用什么高分子 它会 它到底要去哪里 就是这么烂的卫生棉 它到底是想去哪里 它不喜欢我是不是 你知道吗 这一包50块 它可以买一餐 对啊 所以就 所以它们才是会 更加的需要这个东西 那时候那个提案 真的有被骂了 有啊 虽然 ideally好像蛮合理的 就是我只要给它一次 它就可以用很久 可是在它们 其实很难惯惜 或什么状况下 这个就是disaster 所以月经贫穷这件事情 它的确是一个 很需要被重视 但是常常被忽略的 一个现象 在日本前几年 第一次调查 月经贫穷的 这个状况的时候 发现其实有部分的女性 是没有钱买生理用品的 其实在台湾也是有 就是一定会有 经济比较拮据的人 是比较难以去负担 这些东西 因为其实你私下的那一片 就是10块钱 所以以前会有听说什么 以前我还记得 小时候吧 国中的时候 因为那时候 卫生棉是真的比较贵 所以他们会在 卫生棉上面 再垫卫生纸 哦 所以它可以换卫生纸就好 我是真的 我身边真的有 因为卫生棉下面有塑胶嘛 所以它至少有那一层 可以挡住 但上面的那个 它真的会垫卫生纸 甚至说像刚刚那个日本的 就是那个新闻 它里面甚至说 有50%的女性 它会减少去更换卫生棉的频率 对 因为棉条呢 你不换呢 它是真的会改变出来 但是卫生棉呢 它有一个塑胶 它可以撑着 但是你就是要很小心 对 你就不要移动 你就不能像广告一样 那么快乐去骑马 还是什么的 对 所以其实这是一个 很严重的问题 我甚至有看过说 它拿塑胶袋 跟卫生纸替代 就自己做这个东西 我真的看过是我同学 我小时候的时候 哇那它还好吗 那时候装胶袋 后来当然是 有一些安全网 有提供给它 就是有学校发现这件事情 对 其实我以前也是因为 就是会觉得 这个东西比较浪费 我就是把它用到满 所以其实我小时候 很常惊喜地弄到裤子 对啊 非常常 然后我非常记得 因为我们国中的时候 裤子是深蓝色 所以其实 弄到裤子看不出来 可是我们的椅子是白色的 然后就是白色油漆的那一种 所以会很明显 但至少就是擦得掉 可是我很常 在生理期的时候 我就是要赌 我这一次不换 到下一次下课 中间会不会露出来 就是跟它赌 就我很常赌输啦 就这样子 可是我就不想要换啦 因为我就觉得很贵 就是真的啊 像我们现在 已经脱离了那一个 手头比较紧的情况很久了 所以我们其实有点忘记 但是如果你仔细回想的时候 像我啦 我自己仔细要回想的时候 想说 哇塞 好像真的有这么一回事 但是如果说 在卫生棉上面 垫卫生纸 这件事情我的确做过了 因为出去我还没忘记 带卫生棉 我觉得你觉得 自从我改用月亮杯之后啊 我就失去了 跟其他的 需要生理用品的人 连结了这一个机会 因为人家跟我说 你今天有没有带卫生棉 我说不好意思 我月亮杯 不同的这个生理用品 它其实就是有 不同的优缺点啦 那就算是最便宜的 这些生理用品 对某些人来说 还是非常的贵 在台湾的经济 比较发展 或者比较多的人 比较有能力 可以取得不同的商品的时候 其实这件事情 是这几年才出现的 连棉条这个东西 台湾以前都 非常的难以取得 台湾也不能自己做 这个东西 应该说可以 但是因为它是 医疗用品 所以你必须要有药商 因为它是医材 所以你要是药器材商 你不觉得很荒唐吗 我制造卫生棉 跟应该制造卫生纸 应该是一伙的吧 它没有 它是医材 所以你必须要是医疗器材商 医疗器材商 光是申请这个牌照 跟你这个工厂 你要取得执照 跟你销售 跟销售的管道 有非常严格的限制 因为它是医材 所以不符成本的情况下 是不会有人干这种事情 然后只有唯一一家 它就是没关系 它就是一个作善师 它就是 不管我就是要把它申请到 对 那个是后来的事情 但是以前早期 只有那个植入室的面条 但是虽然说 我没人在说它很难用 我个人觉得还好啦 苏菲我比较用不习惯 对 但是欧比我觉得还好 我真的对棉条 已经太久没有用 已经忘了它们是什么 我偶尔身上还是会用 因为月亮杯你会戴在身上 有时候会忽然来 对 对的确是 所以我就会放棉条 然后有时候有人问我 我说有没有卫生杯的时候 我就会拿出棉条 他们就面有难色的看着我 我跟你讲 我上次回家 因为我就是 现在就是一两个月回家一次 然后就忘记带月亮杯 我身体起来来 然后我就打开家里的抽屉 就是也没有棉条了 只剩下卫生 我想说应用 我把它垫上去 拉上内裤之后 就算了 我就把它丢掉 想说我还是去买个棉条好了 我真的已经 已经没有办法 做这件事情 可是我非常记得 当时台湾要 自己做棉条 跟自己做月亮杯的 这件事情 非常非常的困难 因为当时台湾 做月亮杯的这一个厂商 叫做梵妮莎嘛 梵妮莎这个人做的 她在集资的时候 我第一个就买 就这东西 我记得拖了两三年 才真的做出来 因为她其实早就做出来 可是她拿不到那个license 因为她没有license 她没有办法卖 然后当时她拿不到license 然后我记得 一年多之后 收到她的email说 因为卫福不怎样又怎样 所以我们可能还要等 然后我就已经想说 哇我都忘了 我买过这个东西 然后等到真的拿到的时候 已经是两年多后 她那时候还有 补继风email说 请大家回复一下 你当时买的是什么size 要确认 我想说 我什么都不记得 因为真的太久了 所以后来其实在美国 我就另外买了一个 当时就有一种 哇要等卫福部 不知道等到民国几年 就像CBD等卫福部 等一千年一样 对我对她已经无信心 所以我就想说 好我就先支持她 但我还是先买了一个 总之那个时候 要有台湾自己的月亮杯 这件事情 真的是耗费非常多的心力 卫福部就是这么stubbing 就是这么讨人厌 对那 台湾现在有没有自己的月亮库 我好像最近有看到 有有有有 所以有自己的月亮库 所以台湾现在有这些 比较多的选择 所以其实也是为什么 3月8号那一场记者会上面 就是有人说 女性应该都要选择 使用这些可以更换的 就不要制造这么多垃圾 这件事情 这真的是很典型 因为布尔乔的阶级 会说出来的 就是很该死的话 布尔乔就是中产阶级的意思 其实之前每次都觉得 每个月要痛一次很烦 就是听说有一种药可以 就是吃 然后它可以控制 就是一个月来吃 或者是一年来吃 对对对 那你是说选择性月经 这件事情 有一些媒体报导这件事情 是因为 promote这件事情的人 是一个台裔美国医生 好大概是这样 所以就有种 哇台湾之光 类似这种感觉 它在promote的东西 叫做选择性月经 它的基本概念就是 其实并不是每一个人 都一定要每个月 或是某一个周期 都一定要有月经 第一个 不是每一个人 都有生育的需求 或者是 你就还没有生育的需求 现在还没有 那我们可不可以用 医疗方式 让你的经期的周期 比较长 频率比较少 他认为这是一种 empowerment 就是我们让 生理期这件事情 变得不再是 这么大的障碍 对于一些女性来说 那当看到这个的时候 反正每次 有关任何女性的父权 就是empowerment的事情 下面一定就会 有人抨击啦 类似是说 那你干脆选择 不要存在就好了 还是什么之类的 可能是什么选择 你把子宫拿掉 就没有 对对对 那你干脆就不要 你就选择 不要存在 选择不要当女人 你把子宫拿掉 你也不会有生理期 什么的 那这也是我的选择 你就不要 这时候画脚楼 对啊 或是你就把什么 阴到缝起来 什么之类的 阴到缝起来 是会有月经啊 他只是出不来而已 即使我们先不讲 贫穷这件事情 我们先不讲 因为你有生理期 导致你额外的 经济负担 这件事情 是已经是多么的困难的 就算大家都没有 这件事情 大家全部都买得起 或者这些东西 我全部发给你 我直接一人一个月亮 我全部给你 即使在这个状况下 在台湾 你要用月亮杯 其实还是很困难的 因为你在外面 根本就很难换 对 然后你一定要去 那种有 洗手台的厕所 对啊 你知道 因为身为一个 使用月亮杯 非常久的人呢 就是又常常忘记说 我如果去一个公厕 然后隔间里面 没有洗手台 我要自己带水进去倒 就我常常忘记 这件事情 走进去拿出来 想说 哎呀 现在 哎呀 焦了 满手的血啊 对 然后跟大家讲 如果你在满手的血状况下 还要折那个东西 然后不小心弹开的话 你就会 命案现场 就会有见识课来 这个是怎么杀的 你知道 就是感觉 这个血液喷剑的速度呢 它就会喷到到处都是 所以后来发现 如果你没有水可以清洗的话 至少要用卫生纸 把你的手跟 那个杯子的外面都擦干 干的状况下 才不会滑飞走 这样子 然后我真的有一次 目睹一个非常精彩的状况 也是在一个公厕 然后它的门的缝缝比较宽 然后就是 应该也是里面的那些 女性在换月亮杯 然后她月亮杯就飞出来 凤凤滚出来 哦不 结果怎么办 我当时想说 我要帮她剪吗 不要吧 对 我想说还是算了 我就假装很大声的走掉 这样让她知道 外面没有人了 让她自己出来剪 天哪 干不尴尬 而且因为凤太大 她的月亮杯这样 咚咚咚咚 我就滚走 我觉得如果是我啦 如果是我 我会拿插手势 把它剪起来 把它冲一冲 再递回去给她 对 这只是要让大家知道 我们目前的空间的配置 其实还是对这件事情 非常的不友善 你在没有 洗手台的状况下 你要换月亮杯 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 然后更别说 那个空间非常的小 其实你要取出月亮杯 跟再放进去 都是很困难的事情 然后你用布棉好了 你可能要更换 总之就是你没有 合理的空间 你告诉我 那个布棉 上面都是写 你换下来 你要怎么样 放到包包里 对啊 对啊 你可以拿到洗手台洗吗 不行咧 你想想看 有一个人在捷运的厕所 的洗手台 洗一个血淋的卫生棉 你觉得他会不会被 破包到公司 一定会 我觉得会 天哪 但是我记得 我多年前去日本开会 然后我就住一个民宿 然后就发现 他们马桶的水箱上面 就是一个小洗手台 哦对 对所以反正你 因为你冲水的时候 水一定要出来 它只是多一个步骤 就是我先从上面的水管出来 你可以洗 然后水再冲下去 因为很多人会说 哎呦 厕所就这么小 我要怎么里面 加装洗手台 其实就可以换成这个东西啊 对可是他会有个问题 就是他那个水箱的清洁 因为他那个水 脏水 他会流到水箱 水箱里要去冲马桶嘛 对 但他那个水箱 就会比较难清 哦 对就是之前党办 有考虑过要换 我们有这种钱就对了 之前就是 有一些叔叔们要捐啦 也有些人跟我说 那你就去用那个 残障厕所就好啦 那不就里面有洗手台吗 你知道那个 马桶离那个多远吗 而且我想跟他说 那伸脏厕所就已经只有一间了 然后我还要跟 真的需要这个空间的人 去征这个空间 那到底是在怎样 就是 弱弱相残耶 就是如果你在 换月亮杯的时候 最好你的洗手台就在旁边 因为的确 如果你洗手台很远 你要走过去的话 你中间又会制造一个命案现场 嗯哼 他又是那种 低下来跟喷剑式的 跟你那个砍到的地方 对啊 那剑士科就有的忙耶 想说这里面到底是杀了几个人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不同的血迹 是不是 对那就是反正 因为你的空间就已经不够友善了 然后这样子的要求 其实是不合理的嘛 因为他其实真的是造成了 额外的负担 对啊 然后其实 这是事实上问题 然后其实还有一些 法规上的一些障碍 比如说 像刚刚讲到以前 讲月亮杯讲棉条 注意哦 以前是医疗器材 二级异材的时候 如果你 如果你不是旅客随交通工具自行吸入 然后你从网路上订回来 又没有申请跟人接口 你又要被胃口不查 没错 你就是输入进 我就买个棉条是要死是吗 没错 就是违禁医疗器材 它就会变成违禁医疗 就跟输入禁药一样 我跟你讲超荒唐 就是这么荒谬 就是这么荒谬 他们这样对CBD 我都已经觉得够荒谬 我跟你讲 他们以前是更荒谬 像对棉条跟对月亮杯 所以其实以前很痛苦 那其实现在我们的问题 就是会存在说 生理嫁这件事情 其实一样是法规上的问题 刚刚讲说那是月经贫穷 对 我刚讲法规的问题 是隐性的月经贫穷的现象 现在讲生理嫁 网路上偶尔也会有看到有人说 那我生理期的时候 我请生理嫁 雇主要我付生理期的证明 我要怎么付给你 我现在就问我要怎么付给你 那就有人开玩笑说 难道你要看一整片有写的卫生棉 还是一整条有写的棉条 还是一整杯的月亮杯 然后跟你对饮这样子 你知道吗 你喝就好 你喝就好 你真的你喝就好 我到底要拿什么东西给你 才能够证明 不过这也可以看出 很多人对于生理嫁这件事情 第一个不理解 然后第二个是不谅解 就会觉得 那你就忍一忍就好啦 因为你请假 可能就会说 造成了公司同事的困扰 什么什么的 但是其实因为我是一个 生理期不会痛的人 所以我其实到很最近 才知道原来请生理嫁的时候 是半薪是不是 他就并假 但是因为并假你有扣打 所以呢 你要么是补修 要么就是特修 反正你就一定会用到 被扣薪水 其实不是一个重点 重点会变成说 你的同事会讨厌你 然后另外一个是 很多都是用排班的 所以你今天就不排 就没有钱 你因为生理期 你没有办法去上班 你那天少赚 就少赚钱 这个是一个结构上的问题 月经贫穷 是因为大家对于月经的 歧视造成的东西 那歧视并不是说 我主动上的向生理嫁 我不给你生理嫁 我讨厌 常常请生理嫁的主员 这种作为 才会造成月经贫穷 事实上系统性的不作为 譬如说我们漠视这个现象 我们漠视因为 这样子的生理差异 造成的现象 造成的不平等 这也是一种 就是系统上的不作为 会造成月经贫穷的原因 对就是说 刚刚说的作为 比如说对生理用品 课奢侈税 这个是因为你特别 做了什么事情 导致这个问题更严重 而不作为就是 你明明知道 这边有一个不公平的现象 可是你没有想办法 去补证这个现象 那这个其实就是 一种歧视的状况 那回到这个问题就是 到底生理价是一个特权 还是一个基本权利 这个问题其实蛮有趣的是 是我最近在 某一个大学的 某一堂课教这个东西 其实有好几个女同学 自己说 这好像是我身为 女性的一个特权 是因为我身为女性 所以我才有 多于别人的权利 但是我想说的是 如果我们把所有的人 都设一个同样的终点线 每一个人都要跑到 这个终点线 才算是成功 但是你们的起跑的位置 是不一样的时候 这其实不是一个公平 比如说你是一个女性 你需要做的事 你就是生小孩 就这样子 你没有工作上的这条成就 你没有学术上的成就 政治上的成就 你身为一个女性 你就是在家照顾小孩 所以在这个状况下呢 因为你的生理性别 所以你的终点线就不一样 那大家就觉得 哇怎么会这样子 所以下一步就是 那我们把终点线 都拉成一样的 乍看之下好像平等了 哇你看每一个人都有机会 可以变成总统 每一个人都有机会 可以成为CEO 可是大家在这个状况下 没有看到的是 我们的出发的位置 是不一样的 每一个人都可以工作 都可以赚钱 可是因为你有生理期 这件事情 导致你的工作天数 可能会变少 或是你的身体会有不舒服 然后你要额外的付钱 去处理你的生理期 这件事情就如同 你们的出发点 是不一样的 所以可以给予生理假 这件事情 其实是在系统上面 把两种不一样的人的位置 拉到一样 尽量啦 尽量拉到一样 在这个前提公平的状况下 他们两个都有可能 会一起达到这个终点 所以我个人会认为 生理假是一个 弥评原本就存在的不平等 而不是一个特权 没错 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件事情 我希望 不管你需不需要 请生理假 你都可以理解 这件事情 它不是一个特权 它是一个 弥评原本就出现的不公平 回应到最前面好了 就是到底每个月 给国中女生200块 买生理用品这件事情 是不是一个特权呢 因为这是天生就会出现的 生理上的差异 所以你是用制度的方式 把它填平之后 让每一个人都可以在 kind of一样的起点 去追求他的人生的 没错 full potential叫什么 你可以发挥 你的人生最大的潜能 是这样吗 对不对 让我们都有可能 在这条路 都一样平坦的状况下 按照个人的努力 去达到最后的成就 是吧 我下次 身体痛到吐的时候 我就可以跟 发现说 我今天身体痛 痛到吐了 法官应该是不会 比我去开庭 因为他不讲你吐 在他的庭上 其实我们讲这一集 也是希望让大家知道 我们整体的文化 跟我们的制度上 其实都还是有很多 对生理期的限制跟污名 不管是 比如说生理用品比较贵 还是生理用品 以前根本就无法取得 然后他被管制得很严格 还是生理价这件事情 或是我们的公共空间 对有生理期的人来说 其实是不方便的 这一件事情 虽然你可能会对 3月8号的那一场 其实会觉得很生气 觉得很荒谬 可是在生气之余 我们还是要知道 那我们该怎么做嘛 我们可不可以 要求更好的 公共空间的设计 不要再跟我说 你就是去用 残障厕所就好了 因为那间厕所 就只有一间 我们的法规 也需要更好的配置 刚刚肉依 在最开始的时候 有讲 台北市现在有给 国中女生 每个月200块的 买生理用品的钱 那我知道 应该是台南也有 推这个东西 那台湾现在有一些团体 专门在做这个 月经平权的 这一件事情 所以我也觉得 非常的好 至少我们现在 有更多的人 在关注这一件事情 好啦 那最后就是 希望大家都可以 好好的跟自己的身体相处 没错 你的身体是最棒的 好了 那今天先到这里了 Podcast over Party is over 张竹竹琴 以及Zoy 李金奇 统筹是 许凯希 知性是 刘崔弗 DJ是 林迪诺 喜欢跟我们一起开趴吗 那赶快推荐给你身边的朋友 下次一起开趴啰啰 别忘记要在你的Podcast app上 按下追踪或订阅 下次开趴的时候 你才不会被忘记哟 假如你用的是Apple Podcast 那拜托给我们五星好评加留言 如果你对于今天的派对内容 很有共鸣 疯狂点头 那也欢迎你追踪鬼岛的IG 以及脸书 并且留言给我们 有话大声说 也是一种 女力或者是男力的表现哟 那我们下次party见咯 拜拜